挑战无极限 英雄初少年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杨光姐姐 经常收看我们节目的小朋友们 对于小轮车肯定一点也不陌生 她的比赛形式也是五花八门 有蹦倒比赛 城市竞赛 极限挑战等等等等 那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今天的精彩比赛吧 嗨 大家好 我们迎天挑战 我们收获有益 我们失信超越 我们记录成长 大家好 欢迎收看新一期的 英雄初少年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金豆 我是徐柳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 成都市重华区的熊猫广场 新一期的儿童平衡车竞技比赛 将会在这里开始 是的 大家也是已经看见了 今天真的与众不同 有两只非常可爱的大熊猫 陪我们一起来完成今天的比赛 小朋友们要加油了 而且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 我们的大熊猫也会为我们的小朋友来加油 鼓劲 太可爱了 那在正式的比赛之前 我们将会有两位专业的教练 带领平衡车小骑手们进行赛前训练和选拔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清晨的熊猫广场人头攒动 来自四面八方的平衡车小骑手们 在爸爸妈妈的陪伴下汇聚到了这里 整好装备 贴好号码牌 身怀绝技的小勇士们蓄势待发 准备在我们英雄初少年的赛场上一较高下 不论是贪吃的 贪玩的 耍酷的 还是耍饱的 在小朋友的脸上 我们看到的大多是开心的笑容 希望他们今天都能在这里度过愉快美好的一天 我们来参加平衡车比赛 李子弹加油 宝贝加油 胸气 今天我们的小朋友到我们的书毛基地里面来参加比赛 加油加油加油 胸气 成都加油 胸气 成都欢迎你 高子弹加油 马上就要开始我们这一组的赛前训练了 那站在我身边的是唐教练 唐教练带领着这些小朋友一起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这个赛前训练 主要分哪几个部分呢 我们首先会热身 热身 然后我们会涉及到三个测试项目 第一个我们是以游戏为主 然后是以三个游戏 主要考验小朋友的模仿能力 还有反应能力 就看他们反应怎么样 模仿能力和反应能力 对骑平衡车也会有帮助吗 肯定的呀 肯定的 就是在平衡车过程中 他如果参加比赛 他反应快的话 很有帮助 比如处理弯道的时候 突发情况的时候 对对对 就是这样 然后接下来 我们还会 第二个测试项目 就是我们的一个小超人飞的动作 像超人一样 行进中飞过去 看谁飞得更远 动作更标准 爆发力 对对对 然后第三个 我们会有一个跨越轮开 跨越障碍 就考验小朋友的腿脚 还有眼睛的一个配合 协调性 对对对 好就是以上这几个内容 对吗 小朋友们 你们准备好了吗 好的 好的 那就开始我们的赛前训练吧 与此同时 红队的小棋手们 在唐浩然教练和金豆哥哥的带领下 同样也开始了赛前训练 Ready Go 因为要通过训练时的综合表现 选拔出正式比赛的参赛选手 所以虽然只是队内训练 小家伙们也是你争我夺 互不相让 来来来 嘿 嘿 嘿 哎呦 嘿 你看刚才我们这个三十米跑 主要是锻炼孩子们哪方面的能力 它主要是让小朋友一个冲刺的能力 让他的肌肉 红得更开一点 就是最后的时候有一个冲刺 有一个加速的这样一个 对对 超越别人的能力 对对 所有小朋友踩在红线上面 第一个游戏叫 跟我做 对对的第一个训练项目叫 跟我做 需要小朋友们 以最快的速度 模仿出教练的动作 由此达到锻炼小朋友 反应速度的目的 看到这么别开身面的训练 徐柳姐姐也忍不住 跟大家一起玩了起来 接下来我们再玩一个游戏 好不好 好 那这一次反应快一点 这个游戏叫做什么 木头人 待会儿堂堂到前面 你们需要跑过来 摸堂堂的大腿好不好 帮我大腿 然后 谈到说 木头人停 你们叫原地停住 然后每一个小朋友 做一个动作 好不好 做什么动作都可以 准备 准备 开始 木头人 停 停 保持住你们的动作 保持住 不能动 有个小朋友动作特别来 待会儿我看你怎么回去 跑到对面红线处 三 二 一 开始 保持住你们的动作 不是跑步 保持动作 不是跑回去 很好很好 哎呀 就这个小朋友按要求做了 加油 在另外一边 红队的小朋友们 正在进行难度相对较大的跨越轮胎阵的训练 这对于平均年龄 只有三四岁的小朋友们来说 可是很有挑战性的 在唐教练的指导和保护 还有金多哥哥的鼓励下 一些最开始不敢迈进轮胎阵的小朋友 也都顺利完成了这个项目的训练 小棋手们的表现都太棒了 给你们点一个大大的赞 这个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善 一开始的时候 他都不知道迈左脚还是迈右脚 就即便他知道了迈左脚右脚之后 又不知道该迈上哪一个轮胎 后面慢慢地找到这种节奏了 因为小朋友的任何一个东西都需要我们去指引他 去做更正确的东西 对 你接下来的这个项目就是超人飞对不对 对 是的 那条红线 绿队的最后一项训练就是传说中的超人飞 这可是徐柳姐姐和小朋友们都非常期待 也非常准备的项目 1 2 1 Go 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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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腿 好 准备好没有 3 2 1 Go 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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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腿 伸直腿 哇 这动作太漂亮了 骑上平衡车 每一位小朋友都变身成了小小超人 要想完美驾驭平衡车 就需要小洗手们具备良好的手臂支撑力量 腿部力量以及核心控制力量 而这个超人飞训练 就能很好地锻炼小朋友身体各部位的力量和综合协调能力 提升他们在骑行中的控制力和技巧性 一会儿呢 我们要进行我们最后一项测验了 就是我们平时我们多加练习的八字弯 准备 Ready Go 对 转 走 加速 跑两步 对 走 回头看 跑两步 回头 对 张天天回头 准备 Ready Go 回头看同 走 不要减速 走 加连 我觉得这个三号小朋友和一号小朋友最大的区别 就是你看他离一个追捅比较远 因为这个的话我们会有很多要求 因为八字弯主要是在小朋友的一个形状上 对 它要保持一定速度的情况下 它就肯定是不能离捅太近 我们进章的话八字是两个圆形的一个结构 就不能让它保持一个椭圆了 红队进行的八字弯训练 是每一位平衡车小洗手都会经常练习的 看着他们娴熟的技巧和自信满满的样子 让我们对他们在正式比赛中的表现充满了期待 小洗手们加油吧 唐教练 那是不是我们今天的赛前训练就已经全部完成了 是的 那你觉得孩子能表现怎么样 很不错 很不错 虽然有一些这个动作呢 有一部分小朋友做的会特别的到位 有一部分呢还差一点点 但是孩子们都非常的认真 非常的努力 是的 那您对接下来的正式比赛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期待 看刚才他们的表现的话 我认为下午的比赛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加油 进入到我们的正式比赛环节 我们的训练呢已经全部结束了 我们的正式比赛呢马上就要开始了 你们想不想在比赛当中拿到好成绩 加油 你们有没有机械 加油 那咱们赛场的见好不好 加油 来 跟我七个角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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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pful 温ending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一名获得6分 第二名得5分 依次排列 竞速赛三轮比赛过后 获得总分最高的队伍赢得竞速赛的胜利 我们的比赛呢 马上就要正式开始了 大家可以听到我们的家长在我们的对面啊 为我们的小朋友一起来加油 那来问一下我们的两位教练 庄教练我们这位首轮派出的是哪三位小选手 我们派出了一号选手可乐 六号选手露仔 然后三号选手空宽 来问一下我们的小宗教练 我们派出的三位是 我们首先是15号选手小海洋 然后是16号选手当当 然后是21号选手点叠 两位教练呢都把种子选手放散了第一轮 看看他们是否能够取得开门红 让我们拭目以待 来我们的参赛小选手 各就各位做好准备 今天咱们这个赛道长度还是比较长 是的 对于小朋友的体力 还有转弯技巧 要求的都会比较多 所以我们也是对这场比赛 有很多很多的期待 我们看小朋友已经出发 现在应该是一号小朋友 你出当的第一位 是张宏瑞 宏瑞加油 踏灯节奏也是非常快 是的 我们看他的步频非常的高效 进弯的这个角度非常好 后面发生了一些摔车 我们看一下 他这个简直是非常的行云流水般的一个速度 我们看他每次踏灯 其实都是非常凶猛的 是的 没问题 现在还有两个转弯就到最后的直线冲刺 当后面的三号也是一直在追 虽然说速度上面有一定的差距 但是小朋友们并没有放弃追逐 好 我们看一号 后三号再弯到 有两次非常精彩的超车 我们看一下 真的是非常的激烈 小朋友都是使出了自己的权力 然后刚才这一轮的比赛 主要小朋友出发以后 一号就表现得非常抢眼 没错 在赛道内也没有发生任何的技术上的失误 都是非常流畅顺利地抵达的终点 也是将自己确立的领先优势一直保持到了最后 竞速在第一轮比赛结束后 红队获得15分 绿队获得6分 红队暂时领先 在我身边的这位小可乐 你跑得好快啊 你怎么那么快啊 获得第一名什么样的感受 我是感觉很好 感觉很好是不是 他就是那种属于一上赛道 就自己比较有意识 知道就是可能会拼尽全力到最后的这种小朋友 第二轮的竞速赛呢 马上就要开始了 刚才在第一轮当中啊 我们的红队是以压倒性的优势取得了胜利 这一轮我觉得我们队一定要加油了好不好 这一次我们一定有信心 有信心啊 那首先来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唐教练 我们这次派出的三位小选手分别是谁 我们一共派出了我们的7号小选手 还有我们的9号小选手唐唐 还有我们的10号浩哥 我们绿队派出的三位选手是 我们这边派出的第一位是18号开心 然后第二位是22号周潇雨安安 然后第三位是17号二童 接下来呢就看看我们这六位小选手的具体表现了 来听我的口令 我们的出发赛道开始准备 好的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一轮第二组的比赛 比赛开始 我看17号22号小朋友18号都是非常靠前的位置 转弯非常漂亮 外道弯道脚也是起得很快 对的 哇这个追得非常的凶猛啊 内侧弯道还是有一些身体上的接触 我们看是真的是非常的激烈 我们看所有的选手当中的差距都不是特别的大 18号小车手现在也是通过了自己S弯的区域 非常非常好的弯道 哇这样一下子是在一个弯道上时候拉开了差距啊 对 他也是利用了这个连续转弯的时候 因为可能他的弯道技术会更好一些 没问题 到到处第二个爪弯 进入到最后一个爪弯 好 冲刺的直道 做得非常的快 最后的直道冲刺 没有问题 非常的漂亮 其实此刻老师刚才可能也看到了出发到第一个直道结束的时候三个人的距离还是比较接近的 但是进入了我们的一个连续的转弯区 显然我们第一位小朋友在连续转弯区的时候弯道技术运用的更流畅 没错 所以在通过整个转弯区的时候他也是把自己的优势拉了很大 竞速在第二轮比赛结束后 红队累积得分21分 绿队累积得分21分 两队积分相同 哪支队伍能够获得竞速赛的胜利将在第三轮比赛中揭晓 竞速赛到底哪一队能最终获胜 就看接下来的第三轮比赛了 孩子们加油 竞速赛的第三轮的比拼马上就要开始了 前面的比赛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双方打成了平手 第一轮的时候是我们的红队也要领先 第二轮是我们的绿队包揽了前三名 第三轮到底是我们红队笑的最后 还是我们的绿队笑的最后是非常关键的了 所以这一轮我们派出的三位选手是 我们派出了目前的大姐大 天姐 下一位 还派出了我们的姐妹花 蒋瑶欣和蒋欣瑶 这边我们派出的是 我们绿队派出的第一位 13号王小珠 然后19号杨阳 20号亚宝 这是我们竞速赛的最后一轮的教练了 胜负在此一局 双方的小队员一定要加油了 来我们的小亲手请上我们的出发板 好的我们现在马上进入第一轮比赛的第三小组赛 现场出发音响起 比赛开始 我们看2号20号5号 好2号小朋友在第一个转弯的时候刹车还是带的有点多 那么确实啊 我们看到2号小选手确实是经验最为丰富啊 所以现在也是排在领先的位置 嗯 我们看他的踏灯技术是非常非常充分啊 每灯一角感觉他的车都往前推动的非常高效 是的 其他选手也是追赶的非常的迅速 并没有放弃 加油加油 我们现在也是进到了最后两个转弯处 2号的领先优势还是非常明显 我们也听到家长奋力的呐喊啊 也是为自己的孩子鼓励加油 好 进到最后一个转弯没问题 还是非常的流畅 我们看他外侧弯道脚起脚还是非常快 是的 啊 顺利的冲刺啊 那么也是恭喜2号张瑞优啊 获得了本组的冠军 第三轮比赛呢 出发之后 我觉得整组小朋友对于出发音的反应都是稍微有一点点慢 是的 嗯 但是呢 到第一个转弯处的时候距离也是没有拉开 进到了第二个转弯处的时候 2号开始明显的确立了自己的优势 是的 然后利用多个的直角弯也是把领先优势进一步的扩大 竞速赛第三转弯比赛结束后 我看完这个竞速赛之后真的是热血沸腾啊 是的 每个小伙伴为了能够在比赛当中取得好成绩可以说是拼尽了全力 是的 是的 小朋友们在这个竞速赛当中呢 比的是速度 对 那接下来的这个比赛难度要升级了哟而且是一对一的比赛会更加的激烈 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轮 障碍赛 障碍赛比赛规则 红队和绿队分三轮进行比赛 每轮比赛各队分别派出一位小棋手进行两两比拼 小棋手采用力慢式起跑 即跑步从出发点出发 跨越轮胎障碍后再骑上各自的平衡车 随后通过赛道内的障碍物率先到达终点的一方获胜 如果没有按照要求通过障碍物 得本轮长期无效 三轮比赛过后 获胜多的队伍赢得障碍赛的胜利 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我们的障碍赛了 今天我们的障碍赛可以说难度有一点点的升级 我们在赛道内加入了光浪道和轮胎 小学生们需要先跑过轮胎区 拿到车之后 然后再完成后面赛道的骑行 那么今天在我们的障碍赛中 一共分三轮进行比赛 红绿两队每一轮各派一名队员出场 三局两胜 希望小朋友们加油啦 期待你们的精彩表现 第二轮障碍赛呢 马上就要开始了之前呢 我们说过这是一对一的较量 这次我们红队派出的是可乐 看来较量对你是寄厚望啊 小可乐你什么样的感受 我感觉可以做到 你可以做到是吗 来 加油 加油 这边我们派出的也是实力非常棒的安安 是的 安安 你觉得你会赢还是可乐会赢 我想超过她 你想超过她是吗 你是想赢的是不是 来 同样给你击个掌 加油 第一轮障碍赛的比拼呢 马上就要开始了 可乐对这安安 到底谁会拔的头球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来 两位小选手 请上我们的出发板 好的 我们马上就要进入障碍赛的比赛 好 出发音响起 顺利地通过轮胎区 直接是越过轮胎区 抓车非常非常的快 没问题 进入了第一个转弯 第二个转弯 第二个转弯 还是更加的娴熟一些 速度非常的快 非常好 22号也在追 就是这种不放弃的精神 是我们小朋友们 在竞赛里面更重要的一种体现 是的 加油 22号 除了跟对手比赛 也是在跟自己的比赛 那么在自己的成绩上达到最高峰 也是一个对自己的一个鼓励 这就是我们说做更好的自己 是的 我们看到来到波浪板 非常势力 很快进入到第一个律动区 二十二号现在也进入到他的律动区 采用了加速过的方式 看第二个反也是非常顺利地通过 一号张同瑞也是非常努力地完成了这一轮的比赛 加油 22号 非常迅猛的冲刺 到达了终点 周小宇也是表现得非常的精彩 这轮的比赛应该在一出发的时候 因为他们两个其实是有一个一岁的年龄的差距 是的 我们要知道小朋友一岁的年龄其实要差很多的 没错 从身高和力量上都有区别 有更多更多的成长空间 所以我们也是对22号 周小宇安安小朋友充满期待 我们相信他到五岁的时候 一定会有一个更好更好的表现 是的 没错 可乐 你刚才太厉害了 你知道吗 第一个障碍的时候你是一跨而过 当时那动作是你自己想的还是教练教你的 自己想的表现特别地棒 真的是不负教练的希望 为我们的队伍赢得了开门红 来 机长庆祝一下 第一轮的障碍赛结束之后 现在红绿两队 比分是1比0 红绿暂时领先 我们再看看孩子们接下来表现怎么样 这样一赛第二轮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次我们派出的是三号方宽 你是准备一步跨过轮胎还是两步跨过去 一步 一步 你那么厉害吗 你再给我跨一个我看看 跳一个 你跳一个我看看 预备 哇 你可以啊你 大家是没看他那个表情 我说你可以啊人家 哇你小自信的小眼神 来 这边是我们可爱的小二头 有没有信心大声告诉我 有 有 是吧 第二轮的教练当中的教练同样都是拍出的是 非常有实力活泼的小骑手 看看他们的表现怎么样 来 请到我们的出发赛场 加油 加油 go 好的 我们现在来到第二轮的障碍赛 我们也看一下这两位选手啊 究竟会有怎样的一个表现 好 比赛开始 速度非常的快啊 没问题 拿到自己的车 好 加油 加油 17号非常的快 加速 加速 走到内弯啊 还是比较快的 但是现在两个人差距并不大 我们看一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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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可以通过一个弯道进行更大的差距变化 我们看明17号的踏灯距离还是非常远 是的 没错 差距还是并没有拉得非常大呀 还是有改变的可能 应该马上就会进入到我们的第一个这个波浪道的区域 没错 两位速度都非常的快 马上进入到波浪道 没问题 律动非常好 我们看啊 其实处在后面的小朋友都是追的心态会比较强 对 没错 所以在波浪道的时候 他们都会采用那种踏灯去追的方式 加速 进入最后 你们知道了 最后一个弯道 看一下 非常近的距离 哇 真的是差距不大呀 水平是非常的相当啊 光看到前两轮比赛都是这种情况啊 前面的小朋友会采用律动的方式 通过我们后面的波浪道如何利用障碍为自己的车速提升 而不是用障碍去降到自己的车速 没错 这个也是一个需要很长时间的车感的累积 没错 可以做到 可能刚刚那个跨过轮胎拿车那会儿有什么失误吧 不然应该还能再快一点 发挥的话不是太好 应该还可以再好一点 累死了 我知道我知道你的实力不止如此啊 你在前面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后面有压力 有人在追你 我知道呀 有 是吧 所以一开始你还是慢悠悠的 后来是加快了对不对 因为我练过波浪道的 所以说波浪道你是练得非常的好 又领先于对手了是不是啊 第二轮的障碍赛已经结束了 那刚才呢红队又领先了 所以现在障碍赛的比分是红队比绿队二比零 红队以前锁定了障碍赛的胜局 这样一想的话啊 刚才竞速赛是绿队领先 现在呢这个障碍赛是红队领先 两队目前的比分就应该是一比一了 最后究竟谁能够夺得本场比赛的冠军 就要看接下来的团体接力赛了 哇 真是好期待也好紧张啊 不过我相信啊 接下来因为我们还有一轮的障碍赛 两位小朋友无论结局怎么样 也一定会拼尽全力的 加油 第三轮的障碍赛的较量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们红队派出的是 鹿仔 鹿仔 鹿仔你今天几岁 五岁啊 来我们这边派出的是 开心 开心你今天几岁 四岁 四岁的开心 对战五岁的鹿仔 到底谁会获胜呢 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来 两位小伙伴请做好准备 请到我们的出发台 好 我们现在准备进入第三轮 比赛开始 看两个人的速度差不多 没问题 六号拿车出发 六号手先进入弯道 更近的内侧弯道 转弯也是非常的流畅 我们看它的转弯处啊 还是一直在带刹车 因为我们的转弯可能角度都会比较大 是 所以他们可能也是出于自己技术 一个全面的考虑 不出现摔车的情况下 所以会带的刹车比较多 我们听到家长的呐喊声非常的大啊 也是希望自己的这个所在的队伍啊 能够获胜 是 家长的声音一定也是小朋友 去完成这些技巧动作的一个支撑吧 是的 没错 也是采用律动的技巧 我们六号小朋友已经到达了第二个律动区 没问题 进入最后一个直道 出刺 五福非常的果断 没问题 现场也是为他的本轮比赛 分析了彩天 开心 你觉得今天自己骑得快不快 快 快 很棒啊 你今天只有四岁 而且是一位小女生 跟五岁的小哥哥同场竞技 已经很了不起了 来 机长 加油 直接把我铺倒个跟头 你很有劲啊 来 加油 最后也是这一个直道的重刺 很拼 对 非常棒 一开始那个过轮胎那个障碍的地方 可能它要弱一些 对 它的速度放慢了 对 对 对 因为它对障碍那个过的以前练习还是很少 它不是特别擅长那个 它比较擅长的是那个竞速的 然后后面跑到还可以 障碍赛已经全部结束了 红队太厉害了 三轮全部都获胜 三比零 红队获得了障碍赛的这一轮积分 目前红绿两队的比分状况是 一比一 接下来呢 即将进行到我们最终的对决 也是我本人认为本场最好看的一个环节 别说是你认为 我觉得可能所有的观众都会这么想 因为在这个接下来的团体接力赛当中 小朋友们的那种团队协作的力量 以及不单是个人 而是整个团体拧在一起 要发光发热的那个状态 哇 太燃了 那好 抓紧时间马上进入到我们 今天第三个环节 那就是团体接力赛 团体接力赛比赛规则 红绿两支队伍各派出七名小棋手 进行团体接力比赛 接力的过程中 每位小棋手必须用车的前轮 碰到下一棒准备出发的小棋手的后轮 后一棒小棋手方可出发参加比赛 最后一棒最先到达终点的队伍 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 好 我们现在马上进入最后一轮的比赛 团体接力赛 我们看现在两队的车手 已经到达接力区进行准备 是的 我们看到一号选手的出场是最频繁的 好 我们看到起行出发 他的出发受到了一些影响 但是他很快地切到了那道 速度非常的快 直线加速的这个速度真的非常的惊人 其实他出发优势不是很明显 很明显 这里不知道 我们说不能给 пед 就яс不定 谢谢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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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是最重要的 是的 没问题 应该是 红队的领先优势 越来越大 你看 红队已经是 接到了第四棒了 我们五号的踏平 非常快 然后在第一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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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了他自己的比赛 马上接力到第六棒黄耀宇 非常快的出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所以现在红队已经进入到了最后一个弯道冲刺阶段 没问题 红队取得了这场接力赛的最后的胜利 但是22号这一棒我们不得不说 追回了非常非常多 如果赛道能够再长一点 是的 没错 我们也看到这个周霄宇也是到了最后一刻也是动尽了全力 也是非常的恭喜周霄宇也是完成了比赛 激动人心的团体接力赛结束了 红队凭借第一棒小棋手张恒锐的出色发挥 一路领先绿队最终获得团体接力赛的胜利 同时也以21的总比分获得今天的总冠军 今天我们在成都市重华区的熊猫广场度过了非常愉快的一天 见证了我们小棋手的成长 那么经过了三轮的激烈争夺之后 获得亚金的就是我们的绿队 祝贺绿队的生命 来 鼓鼓掌 那么今天获得本场儿童平衡车比赛 冠军的就是红队 祝贺你们 那么手中的这个冠军奖杯属于我们的红队 来 高点 当我们的小棋手摸到冠军奖杯的时候呢 从他们的脸上我们感觉到了 他们的内心是无比的骄傲和高兴 是的 这一时刻实在是太幸福了 如果电视机前的你也是一名平衡车的小棋手 如果你也想参加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的话 就赶紧关注央视少儿微信公众号 保民参加吧 好了 最后呢 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 那就是挑战无极限 英雄出少年 再见 足球是一项以脚为主 控制和支配球的体育运动 足球运动具有对抗性强 战术多变 参与人数多等特点 那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踢足球的技巧吗 接下来就跟着我们的教练 一起来学习足球小知识 大家好 我是来自青雄龙足球俱乐部的教练员 我叫刘亮 大家好 我是青雄足球俱乐部教练员洪健 今天咱们要学习的是跑动中传接球 这个练习呢 主要是练习队员的 Daniel 请不跟 kgäh 这个练习呢 太多了 这个练习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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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